岳墓的巅峰赛怎么这么难打呀 都是野人吗 难耐个熊子挠回我了 你是不是肥要我捅十点阅呀老板 直接描写一手草老板 我真苦了呀 我不想四连贵了 断根这么多天 谁还不想岳墓整个国标呢 可是这连贵连贵的也太哼了 今天对天一手狂铁啊 这种一级还是非常强的 我们打不过他 线都不要跟他抢了 就算我们有三段雷霆嘎巴斩 还是不能和他正面刚的呀 既然正面刚不过 那我小兵总能打过吧 我就不信我有雷霆嘎巴斩 你饼铁还能强过我 老板们看到没 我想爱极了 二级的曹老板 打黄铁那根本就是有手就行呀 虽然我们被击飞了 但是也完全不要怕呀 五层被动在手 你个小老弟还跟我平A呢 万剑专心减速 预判一手闪现 直接扛走 五十秒单吃 我问还有谁 还有谁 这方方面呢 哥哥哥 别别别别别别 一三只大哥 一三只大哥 虽然我们卸了单吃一下 但是四级钱还是打不过的 没有四级 曹老板还是太弱了呀 还是要被压着打 这波兵线非常多 我们是可以到达四级的 这也还来一个狂蝶还不跑 你是整票 我四级了哥 你还跟我打吗 二招一开 谁也不爱三段击飞 直接太走 老弟还是年轻啊 老板们看见没 当你连贵以后 冲了十年距 这游戏不游手就行了吗 我们是不是笨啊 那些十年距是怎么来的呢 能不能让我体验一下呀 哎哥别偷啊 别偷啊 这种剧游手就行了呀 四纲一啊 咋锁偷就偷了呀 哥不能连贵了呀 这玩个屁呀玩